為什麼只看到你的頭髮 你下半身是沒穿衣服 我們要切畫面對答案了 顏秉承 漂亮喔 顏秉承誒 誠哥 勒冠傑你不要搭散顏秉承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對答案了 漂亮啦 我們其他人還是沒開視訊 我倒是很難過啦 反正就這樣了 那我們先對作業答案 我剛剛點名點完了嗎 我忘記了 好隨便我現在要對作業答案 好像是16是不是 16頁到10 我想起來了 因為很多我都有寫對不對 所以應該蠻簡單的 好那開始囉 但有空的話可以去老師的YouTube那邊 去看我們之前上課影片 因為你可能有時候收視訊不好 或者是你有事 可能不是每一堂課都有聽到 你可以去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不用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沒關係 但是如果沒上到課 自己要把它補起來 當然如果可以按更好 那我們來囉 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有看到嗎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還沒切 我切了 我們的17頁 17 來第一題的300-X 然後寫X大於0 那為什麼要講X大於0 這是一個隱藏的條件 因為前金額 我們在這邊探討金額是沒有負數的 要特別注意 再來第二小題一樣 是介於0到200之間 再來72題 72題的答案 劣勢的話是60小於等於7倍的2X加9出於2 就是上底加下底 這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再出於2 面積會大於等於60 這樣可以接受 誰啦 一直進進出出的 誰 怎麼了 誰一直進進出出的 那怎麼一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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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為什麼 剛剛有人出去嗎 好 來 如果你沒有問題 我們往下囉 再來 74 8頁74題 3X大於150 3X大於150 在75 第一小題 X加3倍的X加10效於500 簡單 在第二小題 2X 我剛剛看到 阿凱 張凱恩 2X加3倍的X加10 大於500 都是蠻簡單的一個小題目 好 再來 下一個 他只是要劣勢 注意 他沒有要你算答案 不要那麼開心 把答案算出來 好 再來77 跟我們的第一題 立題的範例是一樣的 19頁第77題 115 小於等於X4 然後小於145 小於145 為什麼這裡有等號 因為他這裡有函 注意 再來 79題 20頁的79題 華視跟攝氏的轉換問題 上面有一個範例 大家可以自己觀摩一下 86 小於華視的度數 然後小於95 他沒有等號 因為他寫不函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不包含 所以都沒有等號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下一頁 21頁 21頁的83題 X的範圍是8分之3 小於X4 小於等於8分之15 第二小題是1 來8的4頁 3分之8 小於X4 小於4分之25 更正 小於等於4分之25 再來第二題 可能的值 那你當然要把那個 值大概算一下 像3分之8 就是2又3分之2 所以下一個數字 開始的整數就是3456 以此類推 好不好 夾於那個範圍裡面 好 再來 門票問題 欸 門票問題非常重要 怎麼了 剛剛是哪個人在開開 好 我我我 稍去一下 這裡嗎 對對對 好 讓你抄一下 好 讓你抄一下 那我要幹嘛 我喝個咖啡 好 再來 好 再來 門票問題 欸 上次才講 欸 超級重要 拜託 一定考不考 不考不考 我們就剁掉 好不好 剁那個張凱恩的 好 送給你 如果你要的話 可能只能剁一次 他只有一個 好 來 再來 85 86 欸 我都講解了 好 來 看80 欸 靠腰 那門票問題直接講完了 可惡 沒讓你寫到 後面不知道有沒有 來 87 飛飛電信公司 他的錢是介於7020 然後到8020之間 7020到8020之間 這個問題很像是上次 有一位同學 問我計程車的路程問題 電信局的電信費 跟計程車的 有一曲同工資料 因為計程車 你一上車你就要付錢嗎 就有個機體的費用 開始做跳表 那電信公司的月租費方案也是 他會先付一部分的月租費的機體 超過他的通話費 就怎樣以分計或一秒計前 對不對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好 再來我們接著看 平均 平均很簡單 因為他只要劣勢 真的就是很輕鬆 就是78加87加X除以3 就得到他的平均分數 要大於85 好 再來第二題 你當然是要把X稍微算一下 算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92、95跟99分是符合的 再來89 89就是把X的範圍算出來 然後他問你說至少要再考幾次 同學這個89題如果你想問的話 等一下可以問一下 這一題還蠻不錯的 他說平均要超過85分 至少要考幾次 找一個人來問好了 來 張凱恩你有寫作業對不對 我看到你的臉了 來有沒有寫作業 有 你們家書櫃好高 張凱恩 你們家書櫃好高 你不怕掉下來砸到你 好 那問你 假如你第一次考78加87跟65分 那接下來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考的分數超過平均85分 接下來考試最好都考幾分 100分 我跟你講沒有錯 他講的很正確 所以接下來考試都考100分 所以就是要再考幾次100分 所以就是要再考幾次100分 的意思 不可能 所以他考1加1對不對 真的 我怎麼不可能 1加1你覺得很簡單 1加1有時候也可能很難 希望的考試模式就是每次都考100分 那這一題我先偷偷的寫一下 所以他的例子就是78 78加87加65 剩下來的考試都考100分 那還要考幾次 我們就假設x次 對不對 然後除以多少 來張凱恩幫我看一下 除以多少 平均要除以多少 3加x 錯 是x加3 沒有3加x也可以 好來x加3或3加x 同學為什麼是s加3或3加x 同學因為你知道嗎 x代表的是次數 所以有些白癡就直接除x 完全錯誤 他忽略了什麼 他忽略前面是不是也考了什麼 3次的考試 對吧 所以要除以x加3才是平均 然後大於85分 老師這個怎麼算 同學不要緊張 這個位之數只要不是0 你可不可以把它乘上去 可以 你在乘的時候要注意他的正負號 因為他是不等式 有可能會變號 你要小心 在s加3 這裡考試是次數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正的整數 對吧 你沒有考過什麼-2次考試 沒有這種東西 也沒有考過什麼-7次考試 搞不好有 考裡面 看 所以是正整數 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膽乘上去 所以就變這樣 18x大於85 記得括號 x加3 接下來把x解出來 就是我們這一題的答案了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嗎 我就把式子簡單列一下 我給你5秒鐘抄抄 那這一題還有一些人 有個更智障的做法 有一個更智障的做法 就說老師 那我們知道每次都考100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加100 總分先加100除以4 如果不對 那再加100再除以5 可不可以這樣 然後看他什麼時候比85分大 可以 因為這一題答案做幾次 兩次 你加到兩個100 是不是直接除以5 就是答案了 對不對 可是我建議是不要 因為如果他答案設計 要考12次才會100分的話 我可能要算12次 那這樣子也太累了吧 聽得懂嗎 好 就這樣子囉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頁了 24 來計程車跳表 來自己看一下 第一小題70加5X元 來第二小題 最大是25 然後最小是17 好 就這樣囉 再來91 新竹市計程車跳表 靠腰又是計程車 第一小題 又是席座上的題目 來他是介於6000到6300公尺 6000到6300公尺 就這樣 好 來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我們16到24頁答案就丟到這邊 可以嗎 那我們等一下要稍微做個檢討 然後講一下選票問題以後 就可以開始講統計 其實選票問題好像也可以不用講 因為應該也不會考 培因很久以前有考過 可是感覺之後應該不太會考 想聽的話我們還是可以講一下 好來 那我們開始要對答案囉 不是對答案檢討 來從17頁開始 因為16頁答案已經對過了 來17頁有沒有要問的 等一下我再放 快喔快喔 快就是快 快就是快喔 溫丹怡 溫丹怡 溫丹怡不見了 溫丹怡 溫丹怡不見了 這是正常的嗎 對啊 溫丹怡 幹嘛啦 溫丹怡 你還在嗎 我還在啊 我還在啊 我沒確診 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在發一些 那個什麼那個 什麼那個 也不是畢業了喔 你是不是最近一直沉迷在看那個什麼愛情的那個什麼RPG那個什麼裡面啊 殺小 什麼殺小 我跟你講那個不要看太多我覺得你快中毒了 你中毒越來越深了 沒有 你會不會哪一天就真的期待你將來另外一半是一定要騎著白馬 這樣太可怕了吧 不切實際 你才知道不切實際 有沒有天天看那些東西 我的白馬就是我自己 好 你開心就好 開心 好來 71要不要問 72要不要問 好劉冠傑 我問76 我問76 那是後面是啦 傻逼 來再來 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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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喔 莉莉安莉莉安有在嗎 莉莉安想問嗎 凱恩想問嗎 我要問後面 你要問後面是不是 好可以 好再來76是不是 對 的第一題 第一題有什麼好問的 第一題 比前面超 這一題超簡單 他說 身高比170公分高 阿不就大於170 那比 喔看懂 頂多阿不就小一點 什麼東西 這要問什麼 喔 頂多175就是小於或等於阿 比175 大 或者是等於嘛 對不對 阿跟戰 不好意思 比175小或者是等於 因為最高175 所以頂多175的意思就是 有包含等號啦 就這樣而已阿 你的問題是什麼 喔 我知道你的問題啦 你的問題是不是說 他說某效規定移隊的隊員身高 但小平是移隊的隊員嗎 老師我也在好奇這個問題 對啊 搞不好小平是什麼 那他屁事喔 小平是隊員是嗎 移隊隊員 小平是移隊隊員嗎 移隊 不是 那這一題可能沒有答案 劉冠賢你是要問這個嗎 喔不是 那如果你要問這個的話 那就是五屆 因為小平是不是移隊隊員 我們可能不知道 好不好 他應該是說他是贏隊隊員啦 喔 好不好 就這樣囉 好再來 這一頁還有沒有 76 77 沒有齁 好來再來20頁 78 79 80 78 79 80 好 有人說問79 是不是 好 來馬上講邱定哲 你不會講話 白癡喔 來同學 邱定哲問說79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也是溫室跟 溫室 華氏跟澀氏的轉換問題 他說 台南 地區 夏天的溫度在 澀氏30跟35度之間 但是不包含 那用華氏的話 它的度數範圍是什麼 30到35 所以我們就把30跟35 轉換成華氏就好了 那是不是就變成華氏的溫度範圍 對不對 可以嗎 我們回去看一下 華氏跟澀氏的轉換關係 是不是這個 9分之9乘以澀氏的溫度再加32 所以我們就寫F 我們度就省略了 F等於9分之9倍的澀氏 然後再加32 好 30就帶進來 所以華氏 它的下標 就是它的 當澀氏30度時華氏幾度 那我們算一次 我們叫F1 好不好 9分之9乘上 當他30的時候加32 邱定哲這個會算嗎 阿柱阿 你也怎麼算嗎 阿柱 你也要什麼 等我一下 秋風哲 段登登 喔 邱定哲好像 好像不用做事一樣 好爽喔 看我手 不要 來 邱定哲 來我開助解給你 你直接寫 54加32 對對對 寫出來 寫在上面 86 好險喔 要怎麼寫我不會寫 你直接用手寫啊 我要用鋼筆 你用鋼筆 好 隨便鋼筆 快點啊 快點 秋靖你很變態 你不要畫小雞雞好不好 我們這是 合家觀賞節目 它說80 我寫不出來 答案是80 好了 五跟六約分 六九五十四加三十二 答案等於80 86 字也太醜了吧 謝謝我們秋靖哲 沒錯答案是86 這就是它的下標 注意這是度f 可以嗎 再來它剛才最大值 是不是五分之九乘上什麼 是不是35 這再加32這樣子 七九六十三 所以是63再加32 所以答案是95度 可以接受嗎 秋靖哲 所以它的原先的溫度 是不是就會介於什麼 這是介於86度f 然後到我們的95度f之間 不好意思 對95度f之間 可以接受嗎 對 就很簡單 就把它下面的設置換成華式 然後上面的設置也換成華式就好了 上下界 好 再來 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21頁有沒有要問的 它只有一題T型的 還有三角形底邊的 有沒有要問 面積問題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秋定哲抓頭髮的樣子好性感 我這樣會不會被抓 吃大便 會 耶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講下一頁了 22有沒有 22如果你敢有我會揍你 因為22是我教的 好 看22頁有沒有想要問的 你要注意 那個門票的錢 其實那個價格根本就沒有差 重點是幾人以上打幾折 那才是重點 可以嗎 好 再來 下一頁20幾頁 23頁要不要問 23 23也要問嗎 沒有 沒有 好對不起 那我們就講這一題 我 楊超姐現在講話真的是越來越不客氣 我沒有寫到 我沒有寫到 你沒有寫到 剛剛那個文彈儀說他87也沒有寫 是不是 不是我是說87也沒有寫 你還要好意思講 沒有寫你還敢講 他說推出優惠方案 月租399可以免費通話6000秒 好爽 那超出6000秒 就是你講話講太久 可能楊超姐天天跟他女朋友溺在一起 天天講電話 然後呢 超出的就以每秒0.05元計 每秒0.05元 聽起來好像還蠻少的 然後小豬 同學這裡題目打錯了 幫我改一下 你幫我這裡改超姐 要不然這一題答案可能會不對 好就這樣 超姐到4月份的通話時間是x秒 且拿500塊去繳電話費的時候 還有找但找回來的不到50元 來 同學這句話你幫我畫起來 同學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請楊超姐本人來回答 來超姐 他說找回的錢不到50元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找回的錢不到50元 好出去 不是 不是 這是一個隱身的行為 就是他講的電話費一定是超過多少 一定是超過幾秒 6000秒 為什麼因為6000是不只要負399 399的話 你是不是照著講找回的錢還有100多塊錢 對不對 知道要講什麼嗎 還有101嗎 對不對聽得懂嗎 講什麼 6000秒以內是不是都負399 所以他找回的錢都是101 所以唯一有超出了6000秒 就是之後的錢才怎樣 才會少於50 才會找回的錢少於50 可以接受嗎 所以楊超姐跟他女朋友殘眠的時間 是不是超出了6000秒 就是一個基本sense要知道 打電愛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什麼是電愛 溫大英同學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就是 我想知道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 什麼是電愛 這是隔空 隔空談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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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打電話然後談電話 打電話 所以才會超過6000秒 對啊 哇好羨慕喔 好那我繼續 那我剛剛 我現在有點乱 我現在要幹嘛 好那我們就先看他打電話的錢 應該是多少錢吧 他說 每秒0.05 那我們就假設什麼 是假設超出的秒數 然後去乘他 可是可惡啊 他這裡已經幫我們假設通話時間 所以我們應該是什麼 通話的時間x 先減掉6000 同學 你知道為什麼要減掉6000嗎 因為他的基底是不是6000秒 超出的部分才可以去乘以0.05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 講x秒 然後減掉6000就是超出的秒數 然後超出的秒數 就是都以0.05元做計算 再加上原本的月租費399 這個就是總共你應該要付的通話費 來超姐這邊有沒有問題 超姐有沒有問題 超姐靠腰勒 超姐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就講了 來再來找回的錢不到50元 同學什麼叫找回的錢 那就是說你應該要付的錢 我們轉換一個觀念 所以就是你應該要付的錢 是不是介於500塊到450塊之間 對不對 你超出了450找回的錢才會怎樣 才會不到50元 所以他的錢 總金額應該是500到450之間 這樣可以嗎 而且他有找回 所以他不會等於500 如果剛剛等於500 500塊過去收銀員根本不會找你錢 只會找空虛跟寂寞給你 所以他的劣勢就這樣子列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去做計算 那誰算呢 超姐你覺得 你算 但是你算 好那我算 同學 左右兩邊有數字 是不是用等量公里去解 那減399 先減400 再減1 真的 減400再加1 所以是50加1 51 然後小於 0.05就是1 20分之1 然後乘上x-6000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算 然後呢 500-400 所以是100 100再加1 101 然後再乘以20 左右同乘20 那不用變化 因為是正數 就變成1020 然後呢 介於 x-6000 然後呢 介於20 所以是 2020 然後再加6000 所以就是70 20 然後到80 20之間 好 超姐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漂亮 好不好 來還有沒有人要超超的 給你一點時間 好不好 我們再給你5秒 不會太快 來再給你30秒 好 劉冠賢 你給我摸魚啊 你有要超嗎 超完了 哇 劉冠賢 哇 劉冠賢 好猛喔 真的嗎 劉冠賢 劉冠賢 你做得很棒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平均問題 要不要問 來 沒有人問我們要講24 24要不要問 計程車跳表跟那個電信 要 91 91 91 好你冷靜 90、91是一樣的 你們要問哪一題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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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囉 對 看一下新竹市計程車跳表 現在應該不只70塊了 現在應該感覺更貴 他說基本跳價是70 然後行駛1500公尺 他是以路程去算的 車資都是70塊 增加300公尺 以後增加300公尺就加5塊 不足300公尺以300公尺計 懂我意思嗎 反正他只要有跳一次就直接加5加5加5算 然後有個旅客從新竹火車站坐計程車 然後坐到某個名勝古蹟 我們這裡寫一下 這個要寫出來 要不然這一題可能沒答案 楊超姐他家 好不好這個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大家可能會覺得是哪一個 可能就會不小心寫錯 是超姐他家 那車資我們花150塊 那這個計程車行走距離大概是多少 車資的計程車的行走距離 這樣子大概是範圍多少 範圍多少 這個跟我們剛剛那個算法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的 我們就直接來吧 我們要從價格去分析 對不對 我們要先看他超出多少看一下 150070 好來那我們開始寫了 一開始的價格是不是應該是70塊 對不對 然後增加300公尺加5元 那我怎麼知道他跳表跳幾次 那我們就假設他跳表跳X次可以嗎 假設跳表跳表跳X次 每跳一次就加5塊 那看不知道跳幾次 等一下好像可以算 因為他車費150 車費150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看一下我這樣算好不好算 因為我想 我想法是加300 300公尺 等一下我想一下 300公尺加5元 不足300 不足300 我假設跳表是不是不太好 假設行走距離是不是比較好 我想一下 假設什麼會比較好呢 跳表跳X次 假如我有跳表跳X次 所以他的價格就是70加5X元 對不對 總價格 欸 這樣好像怪怪的欸 因為你70加5X元 他就一定是等於150元 那我直接就把跳表算次數 不就算出來了嗎 那我幹嘛要假設 我還是淘汰龍節 為什麼寫 不足300公尺以300公尺近 嗯 我想一下喔 這條怎麼寫比較好了 這個我覺得好像怪怪的 好像有點簡單欸 你看喔 這樣子是不是150元 因為那你跳幾次就是跳多少錢 對吧 這應該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這樣寫好像 好像假設的不太好 可以假設的更好的樣子 算了 我先把答案算出來 呃 70這樣子吧 80 80除以5所以是16對不對 對 有沒有解錯 16的話 跳表跳了16次 但是他不見得會把那300公尺都走完 因為每跳一次你的距離就要加300 對吧 那來囉 原本基底1500 然後呢 你跳了16次 是最多 那有可能怎樣 那樣比15次再多一點 那我應該知道怎麼寫 所以你的計程車範圍寫一下 計程車走的 他是不是有可能怎樣 最少1500 然後呢 比跳表15次還要來的多 所以300乘以15 那這裡應該沒等號 因為如果等號的話 他就不會跳16次了 好 那再來呢 他會比16次還要來的怎樣 距離來的少對不對 距離來的少 所以是1500再加上300乘以16 可能剛好等於 來我們解釋一下我在寫什麼 首先呢 我們先算說他跳表 就是如果今天 車資150元 他最遠可以走到哪裡 車資150元 是不是最遠可以走到什麼 跳表16次的距離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因為你跳 跳17次的話 就超過那個錢了 所以我就算出 跳表16次是你走的最遠 他最近的話 是不是就是15次以前的 可能比15次多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這樣走 稍微有點抽象 可能花點時間去看 這樣子是多少 是不是6000 然後介於索丘 然後小於等於多少 多300 所以是6300 漂亮 這樣跟他寫的一樣 再看一下我們理一次 因為講的剛剛有點混亂 首先呢 我們假設跳表14 你其實不假設也可以 因為他就是一個未知數而已 直接算型 70塊是基底 然後呢 付了150元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的差價是80塊 對不對 那 跳一次加5塊 所以80去除以5 你會得到 他其實應該跳了16次表 可以嗎 那跳16次表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思考 因為他問的是距離 他跳16次表的距離 最遠可以走多少 就是先基底1500 一開始就1500 1500的距離 對不對 只要70塊 之後呢 跳了16次表 每跳一次 就要多花5元 所以你最遠可以再送你怎樣 300乘以5公尺 對吧 所以你可以最遠走到6300 可以接受 那再來呢 是不是介於15次到16次跳表之間 這就是你的範圍 可以嗎 就這樣 因為超出了15次跳表的距離 多一點點 是不是就要算第16次跳表 可以嗎 這稍微難一點 要花個時間去看一下 對於跳15次 到跳16次之間 跳16次的最遠 其實從這裡跳都是跳16次啦 只是 要比跳15次的總共的最遠距離 還要再多一點 所以 我們就要取他的跳15次的距離出來 當他的下節 好講太久了 來 91 如果沒有問題 等一下 我知道你要等一下啊 你就不講 我就快要滑過去了 我們來畫一下楊超姐她家 好 來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要往下囉 再來24要不要問 快要24頁講完了 好 再來就檢查完了 來 稍微search一下 如果你沒有問的話 我們要講25頁的投票問題 可以嗎 哈囉 25頁 我們要講投票問題了 再來25頁 這個投票問題 這個就有點抽象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有4000張選票投給4個人 我這裡有答案 可惡 可惡 請問呢 要得到幾票的時候呢 可以獨佔第一名 他是不是寫錯了 他好像寫錯了 怎麼這樣 4000張選票投給4個人 他應該是說一定會獲選才對 他是打錯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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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喔 對啊 第一名的話是 想起來想起來 來 同學 你要怎麼確定你自己會一定得到第一名 你想想看 你假如今天拿的票對不對 超過了一半 那是不是一定會得第一名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因為你第一名的話 舉個例子 假如我們設第一名要X票 可以嗎 那他是不是至少要比第二名還要再多幾票 所以要比第二名還要再怎樣多一票 所以第二名最多最多就是X-1 來有沒有聽不懂的 再講一次 第一名要最少 這個中文真的很煩 第一名最少要拿到幾票 那我們最少第一名要拿到票數的標準是什麼 我就只要比第二名多一票就好了 可以接受嗎 那第三第四名要不要給他們票 不要 就盡可能的讓他們的票數少 然後集中在第一名跟第二名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他們最少拿到幾票 好不好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第一名 我們Let第一名X票 Let第一名至少S 那他一定要比什麼 要大於第二名的票數 所以我們就叫第二名 第二名最多就是S-1 那再來我們就打他寫成什麼 2X-1他的票數要比我們的4000來得多 來得多 所以就是X要大於 這樣多少 4001然後除以2 4001除以2是吧 4000除以2是2 2000多 所以X取多少 X取2001 好不好 你就想想一下 你就盡量讓第三第四名都沒有票 所以你的票是不是都集中在第一第二名之間 去這樣看他 好 那你要注意 第一名要比第二名至少多一票 再來第二個 他說4000張票 投給4個候選人 請問得到幾張票的時候 你就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名 那也很簡單 你偷偷看到答案 你大概也知道怎麼寫 你就怎麼想幾張票的時候不會最後一名 那我們就先把他的票數都均分 聽懂嗎 他票都均分的話 其實就每個人都給SXX 那你如果不要最後一名的話 那你是不是至少要比平均的 比他們三個人都還要在怎樣 是不是再多上一票 可以接受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等式 把它相加起來 然後等於4000去算 就可以算出答案來了 我再看一次 4000張的選票 投給4個候選人 請問得到幾張票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名呢 好 我們假設 假設 假設得到X張票 他就不會是最後一名 所以呢 4個人得票就是什麼 X4 不會是最後一名 哎呦這個很難寫 這個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我想一下 這個好像不用假設直接寫答案也可以吧 就是直接4000除以4 所以平均1000票 那你只要比這個平均多一票 就不會是最後一名 這好像也不用特別去寫 我們直接寫好了 4000除以4 對不對 是不是1000 可以嗎 那假如你比平均多一票 就1000再加1 1000 他就會比平均多一票 那這樣就絕對不會落選 比平均多一票 就不會落選 這樣寫大家看得懂嗎 會不會覺得有點抽象 就要我具體的把那個票寫出來 不會是最後一名 不會是最後一名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讓一個人的票很少 我想一下 盡可能的讓一個人的票很少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對我們來寫的過程 我們就盡量讓他的票去做平均 那你只要比平均票多一票 那你就絕對不會輸嗎 對吧 有沒有更直觀的寫法 我想想看 最後一名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名 絕對不要是最後一名 至少要得到幾張票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名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名 我可能等一下要想一下 有沒有更好的寫法 那我們來看第三條 來 如果是4000張票 要去投給15個候選人 然後要選出我們的三名市議員 那請問至少要幾張票 才會決定當選 15個候選人至少要幾張票 你要去確定 這個有點難 你想想看 你要確定至少當選 然後你的票是不是盡量的要高 可是又不用太高 因為只要高出一定的標準 我們就可以確定當選 那我們要怎麼讓票先集中 跟我們第一小題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們要得到幾張票 可以確定第二名的話 我們就是讓其他人的票都是0票 你看15個候選人 你只要選出3位 選出3位的話 是不是只有可能第一名 第二名跟第三名 接下來我多考慮一個人 叫第4名 可以接受嗎 第4名 只要讓他們後面的人 票數都是0票 那是不是其他的票 都會集中在前4名 可以接受嗎 這樣子的票集中在前4名 你是不是至少就有一定要得到 這些票以上 你才會怎樣 才會當選 你還有一個基準是什麼 因為你要在前3名 所以你第三名的票 要比第4名要來得怎樣 是要比他還要來得大 X要多他一票 至少要多他一票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我們一樣讓他們的票 去做一個平均 剩下來的票數都集中在這4個人 那你的第三名 又比第4名 又再多一票就可以當選 這樣就是他的最大值了 那有些人就說 老師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剩下來的票 都集中在3個人就好 你聽得懂嗎 老師那我們剩下來的票 都集中在1 2 3名不就好了嗎 可是你想想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一定是最小就當選的情況 你把票都集中在1 2 3名 那他們的得票率都很高 可是我可以用更少的票就當選 為什麼 因為假如剩下6票好了 6票不能整出 假如剩下8票就好 你看 假如剩下8票 兩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假如都拿2票 然後這個也拿2票 是不是這樣就不能確定他當選 可是我們只要怎樣 只要第三名比第四名多一票 你可能8除以4加1 所以第三名只要拿到什麼 只要拿到3票 不論第一名第二名拿什麼東西 反正我已經都會當選 我只要再比第四名的平均 再多一票即可 這樣會讓他範圍更小一點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寫出 4x-1會大於他的票數4千票 你可以去算 所以你的x會大於4001去除以4 所以s一樣是取多少 1001 這個稍微有點難 你要稍微想一下 因為當他的票數集中在前3個人的時候 這樣子第四名拿0票 我們第三名不管拿幾票 其實都可以當選 講實在的 假如你第四名以後全部都拿0票 那第三名就要拿1票可以當選 但是我們這邊要做的是什麼 叫確保當選 所以我會讓票先集中在這4個人 只要集中在這4個人 他們的票數是不是就已經到達了極限值 對吧 因為只要第三 再來我們就要思考第二個問題 什麼時候第三名的票會比第四名多 當1 2 3的人票數盡量均分 這樣子的話 你的第三名的票數會盡量的大 因為他越接近第一名 他的票數就會盡量的多 然後只要再比第四名再多一票 所以我們就怎樣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sx 然後s-1然後去算 下的總票數 好不好 這個要花點時間去想 這個有點難 希望培贏這次不會考 可以嗎 我等一下吃飯的時候我想一下 我覺得應該還有一個更好的講法 直接假設位置數去運算 應該會更好 我等一下想一下怎麼寫 好 這是我們的投票數的問題 投票數問題 盡量讓票集中 然後讓第三名多於第四名的票 然後去做就可以了 好再來第25頁的93題 這一題你先看一下題目 因為有些人連中文的題目都看不太懂 它上面寫說 有一個等速行駛的火車 然後42秒內可以穿過898公尺的隧道 然後卻無法再1分鐘 同學這裡故意寫1分鐘 其實1分鐘就是什麼 60秒 就是60秒 可以嗎 然後可以完全通過 1708公尺的解僑嗎 它通過不了 那火車的長152 請問它每秒行駛的距離 就是它的平均的速率 它可能介於幾到幾之間 有沒有看不懂題目的 這裡牽涉一個問題 你知道什麼叫穿過隧道嗎 你真的知道 那我問你來 這是火車 可以嗎 可以嗎 隧道怎麼化 隧道 公信 可以嗎 那 這樣子 它有沒有通過隧道 這什麼叫通過隧道 我們找一個人來回答好了 我比較喜歡誰 我看一下 剛剛誰把視訊關掉 剛剛張凱恩這所開視訊 他現在關了是不是 來張凱恩給你回答 張凱恩回答 張凱恩請回答 張凱恩請回答 這超 怎樣才要通過 是完全通過去啊 哇謝謝你的回答 這樣真的是很棒 不知道到底講什麼笑 還是通過去 來我們得 超姐好 來超姐 怎樣才叫通過 車頭跟車尾都通過隧道 對嘛 這個才是專業 你看 什麼叫通過 就是當他的車頭 開始要經過他 然後雷 當他的車尾屁股 是不是剛離開 這個才叫什麼 才叫通過 今天懂我在講什麼嗎 這是車頭 所以 898公尺的隧道 898公尺 我們是不是從車頭開始算 然後到這個距離 才是他總共行駛的距離 今天懂嗎 可以接受 所以你還要再加上什麼 是不是還要再加上車身 今天懂嗎 可以接受 他車身是多少 這152公尺 152公尺 對 所以你只要怎樣 你行駛的速率 在42秒之內 行駛的速率 如果比898加152還要來的大 是不是就一定會通過 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來我們要開始寫了 題目問什麼 題目問火車每秒行駛的距離 可能違和 那我們就假設 火車 每秒 x公尺 可以接受嗎 是他的速率 好 那 42秒 x 就代表什麼 他經歷過了42秒 這個是一個距離 對不對 這個距離只要比什麼 898加152 還要來的大 或者是等於 因為如果今天剛好 你的車頭剛好通過隧道口 我們也算你通過了 聽得懂嗎 就是你的屁股 剛好黏在隧道口 我也算你通過 所以這裡可以加一個等號 比它大或等於 我們就算通過 好 這是第一個 再來 他還有另外一個 他說如果通過1708公尺的鐵橋 卻沒有辦法在60秒內過 這一樣的道理 是60秒x這一段距離 他會比我們的1708再加上火車的車身 怎樣來的小 你要加火車的車身 因為通過不通過 是要連自己的車身都算進去 可以接受嗎 我寫一下好了 這裡做個小筆記 穿越 寫穿越距離嗎 要寫穿越距離 要寫穿越距離 火車 火車廠 加隧道廠 然後 可以通過距離 火車廠加隧道廠 火車廠 好像那個前面在開車 火車廠 好像隧道廠 等於通過距離 等於 這要寫 這要寫 這要寫什麼 通過還是穿越 會比較好 穿越距離 而且穿越好了 穿越 至少穿越的距離 至少穿越距離 這樣可以嗎 那你接下來是要再解這兩個的連例方程式 這樣就可以了嗎 那應該會算出兩個答案 兩個答案再去取他們的共同範圍就可以了 好這邊老師心算一下 好這邊老師心算一下 收安物照我要心算了 快了 大家平常要練習啊 當然心算才會快喔 是25呢 這個不會是31吧 真的欸 真的欸 靠腰答案就起來上面 最最後範圍的齁 介於25到31 你不要忘記喔 它是有單位的 它的火車每秒行駛距離 所以它的單位是什麼 每秒x公尺 可以嗎 這個答案這個單位是錯的 這公尺每秒 好來讓你抄一下 這樣子可以嗎 你要知道是什麼 一個貨車通過就從車頭開始算 直到你的屁股離開了為止 這樣我們才叫穿越 當然等於的話 我們也算你剛好通過 可以嗎 好就這樣 來你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看可不可以再講一題 我們就接下來就要往下 keep going 然後大家吃完飯回來 我們就要開開心心的怎麼樣 上統計啦 OK吧 張云珍 還活著嗎 張云珍 云珍 張云珍 你要活著嗎 對 這幾 這幾 看得到嗎 中指 這什麼 1 對 那你還看得到還不錯 好 那沒問題的話 我們要往下講 再敲一題開心的講 平均感覺很簡單 好啦我們就每一次我們就講一點點應用問題 然後講一點統計 好我們就交錯 找個可以講的 然後可以快點講完的有沒有 他後面有票數問題 可以算一下 有沒有好像都可以直接寫了 像那個三角形也交了 我 為什麼比較難的 他那個圓形的你們要不要寫寫看 感覺蠻酷的 你看 他說 有個直徑 不然我們來看這一題圓形好了 來看一下看一下 他說 有一個直徑AB的圓形跑道 所以 然後 小儀 溫丹儀 小香 我們剛有人叫祥了嗎 小 沒有 那我們改一下名字 超姐 小超 然後小儀跟小超在AB 開始跑 開始跑 然後小儀逆時針 然後小翔順時針 改一下小超 都會考 全部全部改了楊超姐 這樣就比較容易算 那小儀跑了50公尺之後 第一次與小翔見面 改一下小超 大強 大強 然後咧 請問呢 如果兩人繼續 保持圓方向的速率繼續跑 發現小超必須 好累喔 幹 小超必須跑100公尺以上 才會跟小儀有第二次的相遇 請問 至少 請問開始至第二次相遇 小儀至少跑了多少公尺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個圓形跑道的長度不會是多少 這題蠻難的感覺 我們來寫一下好了 首先小儀往逆時針這樣子跑 所以他的跑50公尺 會於 這裡什麼東西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 小翔不知道 小翔不知道 我全部給條件真的很少 請問第二次相遇之後 至少要100 好假設 假設小儀跑了50 對不對 小翔我們假設他跑了X 不知道誰快誰讓我真的不知道 下一次他們相遇是不是 半圓的話 你看 第一次是兩個人的速度相加 是不是跑完了半圓 可以接受 所以半圓的距離 就是50 再加上X 接下來 我們如果第二次 開始算相遇 這是第一次 接下來第二次要算相遇的話 我們是怎麼算的 這小儀繼續接著跑 然後 小超就是繼續接著跑 改一下名字 我覺得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在每次找事 然後 兩個人核心 跑完了什麼 跑完了一整個圓 然後 他說至少要怎樣 小超至少要跑100公尺 也就是說 接下來小超是不是跑了2X 然後小儀是不是跑了100 然後 這個2X 是不是至少又比100還要來的大 來有沒有問題 來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沒有問題 然後才會造成我們的第二次相遇 來有沒有聽不懂的 你一開始跑半圓 一個跑X 一個跑50 是不是才會遇到 對不對 再來他們又繼續接著跑 是不是接下來兩個人要同心協力 跑完一個圈 才會再度遇到 那同心協力跑完一個圈的話 你會發現那小強叫跑 他原本距離的兩倍 小一也是 所以就變成2X跟100 聽得懂嗎 好 那我繼續寫了 所以 第2次遇到的話 我們的小儀至少要跑多少 500X 他寫150 那答案是不是有錯 小儀跑50 然後會跟小超遇到 不就是 50 50 加上 欸 加X 這是第一次遇到 我知道了 因為他要算那個 算從開始跑 他不是從第一次遇到開始跑 好 好 那我記得兩倍 知道等於我們的超廠距離 等於超廠距離 等於超廠距離 超廠 超廠的超是哪個超 這個超 超級的超 超廠距離 不是 快點 不能鬧 不能鬧 所以是100加2X 對不對 等於超廠距離 然後他又說什麼 這個2X 就是要大於100 對不對 我有沒有看錯 必須跑100公尺以上才會遇到 所以是大於等於100 所以你的超廠距離 我們可以算一下 2X 2X 所以是大於等於100 所以超廠至少要怎樣 超廠至少要比200公尺還要來的大或等於 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大於等於100 所以A就是錯的 因為他怎樣 是小於200公尺了 所以絕對不可能 好 再來小儀至少跑多少才會遇到 同學 小儀是不是一開始先跑了50 後來從第二次開始 是又要跑50加50 是不是又要跑到100 所以小儀至少要跑150公尺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天啊 至少要跑150公尺 加上第一次的 好來如果你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耽誤到夠一點時間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晚兩分鐘再上課 可以嗎 我們7點02分再上課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上到這邊 那有問題你可以留下來問 沒問題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OK吧 可以嗎 超儀 可以 老師我去關媽媽 請幫我點讚 聽不懂的留下來問好不好 我怎麼點然後怎麼點 你就手比這樣就好啦 這樣 欸你有開那個嗎 他下面有個那個回應 笑臉有看到嗎 笑臉 你點那個笑臉有沒有 他上面有個那個手勢辨識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我沒有 下面沒有我看到 我下面 你沒有下面 不是那個下面 老師不要想 因為大家都有下面 老師你講歪 老師你不要想歪 老師你不要想歪 我就想歪啊 你就沒有下面啊 你沒有下面不是嗎 你自己講的啊 你有下面嗎 我有下面 你有下面嗎 你有下面嗎 我有下面 喔 那那那那你千萬不要露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也會很想看喔 我 我